生吧 哈喽 欢迎来到毛炭的视频 今天这个驾驶大家已经猜到了 要分享的就是 我的代产包主题 但是肚子现在已经这么大了 小蛋宝呢在我肚子里已经待了有八个多月了 所以说掐指一算的话 大概一个多月之后 我就要跟我的小蛋宝正式的见面了 想想真的是超级兴奋超级期待 那今天这个内容的逻辑顺序呢 我是打算按照一个 宝宝必须要用到的产品 妈妈必须要用到的产品 和要根据个人情况非必须用到的产品 这样三大板块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像我也是看了很多 代产包的那种视频啊笔记什么的 有些人准备的东西还真的是特别多 所以想通过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让大家准备最必要的东西节省开支 好了那我们就不废话 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们先从宝宝必须要背上的东西开始讲 我会根据类别列出我觉得必背的清单 然后再分享具体我都背的哪些东西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所买的这些品牌啊之类的 首先第一类就是卫生护理类的 就比如说就清洁类啊 宝宝的棉柔筋啊 宝宝的婴儿纸巾 纸尿裤 还有洗澡用的沐浴露 润肤乳 浴巾 还有小方巾等等 那像这个棉柔筋的话呢 我是准备了两种 因为有一个是之前品牌寄给我的叫 U-GIFT这个棉柔筋 它加这个水润丝滑棉柔筋呢 我特别喜欢 真的是一直在用 上面也写了是可以给宝宝用的 那这个家里还有一点库存 把这个用完之后呢 我会再期许用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存的 自己买的 全眠时代的这个婴儿专用 纯棉柔筋 那这个买它的原因就很简单 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嘛 然后就 闭眼入了这个 应该是不会出什么错的吧 像棉柔筋的话呢 就是可以干着用 也可以湿着用 就在月子期间 我觉得是特别必要的一个东西 婴儿纸巾的话 泥飘跟可心柔的 这个是都可以的 因为像我之前不是鼻子过敏吗 就是看网上大家推荐 这个泥飘的纸巾 我用完之后 真的是再也不想用个普通纸巾了 因为它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的柔软 就像一朵云彩一样 就跟你鼻子啊 皮肤接触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摩擦力的感觉 然后后来就 也是这个品牌嘛 YouGift给我寄了一些这种纸巾 摸上去的触感差不多 所以我又发现 国产也有一些可以买嘛 然后后来又买了这个 可心柔的母婴可以用的 练心纸 同样也是非常的柔软 你把包擦一些那种 小小的脏东西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种 整家库的话呢 我自己囤的是 一地帮的 日本进口的 这是个小包的里面有酒片 然后还有一包大的 其实也没有囤多少 因为想到时候 看它用起来效果怎么样 到时候再囤也来得及 这包呢 就是可以带去医院的 比较小方便 然后又够用 然后我当时没忍住 拆开了一片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我背这个牌子的话 是主要因为 网上啊 大部分的那些代产包 还有笔记什么都推荐它 就还是相信群众的选择 握起来确实是很柔软 很舒服的 轻薄透气的那种感觉 结果我准备带产包的时候呢 恶陆续续收到这些宝宝的东西 我就会期待感 兴奋感会越来越强 就是脑子里就完全能够浮现出 宝宝在用这些东西的那种情景 真实感会更强一些 连这种尿不湿 都会让人抹哀泛滥的那种感觉 你就会想象有一个小屁皮在里面 这样想象的话 感觉这个小屁皮还挺大的 我准备的这个号码 是不是稍微有点大 我应该再背一些那个 NB的 对应该是NB的那个型号 就是适合体重更小的宝宝的那种 这个纸娘裤上还有一些可爱的小图案 然后这条线呢 就是可以看到宝宝有没有尿啊 有没有拉呀 然后这个我看大家测评 就是说可以吸收一些吸变 因为宝宝出生的时候 还是拉的比较吸嘛 但它这个可以吸收吸变的话 那就是很厉害了 的话宝宝就肯定不会有红屁股啊 之类的这种 然后到时候使用的效果呢 我再给大家反馈 在月子中心 我应该也会拍一些Vlog之类的 颜值还不错啊 这个纸娘裤 到时候宝宝穿上应该挺可爱的 好期待 然后我买了一套这个沐浴露和润肤乳 都是Mama and Kids的 我之前用过这个品牌的润身乳液 用下来呢我的感受非常不错 然后我就对这个牌子还蛮有好感的 这个牌子确实就是做产品呢 成分都很温和 很适合这类人群 母婴类的人群来用 所以我就团了他们家这个沐浴露 就是说酸性泡沫型的 我没有给宝宝买专用的洗头的东西 润肤露呢也是买这个品牌的 就不用多说了 反正就是成分比较温和 然后也看到很多其他博主有推荐 像宝宝的浴巾的话呢 我没有自己单独去买了 因为在那个月子中心啊 都有提供的 所以我这个就没有买 大家如果不去月子中心呢 记得备一个那种浴巾 最好是买这种棉纱的 然后我自己呢是有备这个小方巾的 也是一个超可爱的小方巾 哎呦怎么都掉出来了 到时候再给它好好洗洗吧 买的这种白色的 它的用途呢就比较多了 也是给宝宝擦擦东西啊 或者是垫垫这个口水啊 或者是吐奶的时候 放这儿拍拍格啊 什么这种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然后是有一定厚度的这种 这牌子是凉凉的 我逛天堡超市的时候 看到这个牌子 我这个是忙买的 就没有做功课 第二个宝宝必备的品类呢 那就是衣物类了 准备一些小衣服呀 袜子呀帽子呀 还有宝宝的小包费这种的 呃那我包费的话 因为也是月子中心有提供 并且我婆婆呢也是跟我说 她会自己手工给宝宝缝一个那种包费 我真的也是很有爱的 所以我打算自己不买那个包贝了 就买了一堆小衣服 当时还没有做太多的功课 就是看到哇 就是很可爱 然后就买了一些 价格都是不会是南极人的 婴儿系列 采棉系列的 你看这个小帽子 呃这个小帽子真的好小啊 她的头就只有这么点大呀 上面还有两个小耳朵 真的好可爱 并且这个布料呢摸上去很舒服 它的标志啊都是在外面的 看这样的小帽子 还有这种小娃娃 它是还带有耳朵的那种哦 太 cute了 袜子不用买太多 因为新生宝宝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包贝里的 还有买的这种小衣服 给你们看一下 真的超可爱 嗯 这个是一个分体的衣服 但它上面呢就是这种 像浴袍一样这样鸡蛋的 这好像也叫小和尚服吧 这种嗯 超可爱 上面是那个蓝色的鲸鱼 鲸鱼还有大大的笑脸 你看这个开刀裤 哈哈哈哈 好可爱啊 这边呢是这种直接粘的 但一开始新生儿的话 这种裤子应该是穿不太着的 可以等大一点的时候穿 然后这个小上衣呢 就可以直接套上 就这种检查的话 大家也是注意买那种五骨的 然后它的标志是放在外面的 我当时生的时候 可能要将近11月了 所以我也要买这种 稍微厚一点点的 这种小衣服 这套也超级可爱对吧 上面是有这种黄色的小云朵的 它也是一个分体的 带个小裤子 都是这种季袋的比较好换 我就少买了 没有买很多套 因为到时候月子中心 可能也是会给提供一两套 这种小衣服的 我还买了一个连体衣 这个是打算在它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 传一起给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这套也是很可爱 上面是小狐狸的 就这样一个连体的 我现在就可以想象它在我怀里 穿着这个小衣服的那种样子 就浑身都是柔柔软软的 哎呀不行了 那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其他小物品呢 也是宝宝必备的 就比如说有奶瓶 还有奶瓶刷 新神儿的指甲刀 还有那些小棉签 宝宝的奶瓶呢 买的是费钦家的这个奶瓶 因为我看很多的运营师啊月嫂啊 都是会比较推荐这种玻璃瓶的 比较好消毒 也比较好给这个奶加温吧 应该是 把它看一下 哦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奶瓶 这个是160毫升的 它这个奶嘴呢也应该是最小的那一款 哦好软好软 哦呵呵呵 我现在都有一种想要重新做回婴儿的冲动 现在的宝宝真的是太幸福了 剪指甲的话呢 我买的是贝德利的这个指甲套装 因为它里面的工具比较多嘛 可能会适合不同阶段的宝宝 用起来比较实用 然后新生儿的话就用这种特别特别小的这种剪刀 来给它修剪一下 它的指甲就可以了 据说宝宝生下来的时候指甲就有点长了 我也是比较担心它把自己脸给抓花那种 奶瓶伤呢肯定也是要用的 那我背的这个是紫粗的 这个套装里面大大小小的工具都有了 那这个就不多说呢 然后还有这个棉签呢 我是背了两种 因为到时候万一就是鼻子里有东西堵上了 或者是哪有一些脏东西 比较细小的部位难清理的话 都可以用这种小头的婴儿专用的这种细棉签 来给它清理一下 这就是背清的一个细轴棉棒 我还背了一个baby care的 这个是典幅棉签 我觉得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话 这个是一定要背的 有的时候确实孩子会有些刮蹭啊 或者是受伤有点小出血的话 就可以用这种棉签来 反正就是那些小的皮肤创面的消毒杀菌 这两个就足够用了 OK我自己总结的这个宝宝必备的东西呢 就到这里了 那大家如果还有补充的话 可以留言在弹幕里 或者是留言在下面的评论里 那接着我们来看妈妈必备的一些产品清单 生完孩子之后呢 产妇要经过一个排恶路的过程 所以说针对排恶路 那还是要有一些东西需要准备的 比如说就是产入垫 卫生巾 一次性内裤 还有清洁的盆子 这种东西 像产入垫的话 我是准备了子出的 就准备了一包 看大家说 有的人呢 可能也就用了一两片就没在用 有的人呢 是用了好几包这样 所以我自己也不确定 调说我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就先准备了一包 是十片的 然后是六十乘以九十厘米的一个 加大增厚型的 打开看一眼吧 到底是什么样的 哦 呀好大呀这个 我看大家就说 产妇排恶路的时候 晚上睡觉 其实是可以直接铺上这个产入垫 然后就下身要我睡 这个东西说实话 跟我之前给家里的狗狗猫猫买的那个尿垫 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这个好像摸上去会更加柔软一点点 就是用料可能会更好一点 所以说家里有宠物的 假如说这个东西囤多了 还可以给自己家宠物用 也可以给宝宝当那种隔尿垫用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产入垫 是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备的 它上面是一层棉 下面是这种隔水的材料 就不会弄翻你的床单 另外肯定是要准备一些卫生巾了 就是日用夜用的卫生巾 我囤的呢 经常都是苏菲的 就他们家这个超熟睡 420 比较长的 如果晚上要有需要用的话 就可以用它 一次性内裤的话 也是用的 紫初的 打开一个给你们看一下 我以前一直觉得 一次性内裤应该就是 很薄 然后像纸一样的那种感觉吧 这个是全棉的 然后我买的是比较大的尺码XL 因为我屁股比较大 里面就这样 一个小包一个小包的 我现在8个月 还没有开始穿这种一次性内裤 其实这个一次性的内裤 摸上去还蛮软的 就是跟普通的内裤的料子是差不多 但是它会更薄一些 是这样子的 弹性还蛮多 不大的 一次性内裤没有背很多 因为我还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点 怎么说呢 不是说特别环保的感觉 所以说除非是我真的是完全行动不便 我才会用这种一次性内裤 一共是背了12条 应该是很足够了 盆子的话呢 也是有月子中心给提供 所以我自己就没有买 然后下一个部分呢 就是衣服类的 衣物类的话呢 服辱内衣肯定是必要的 还有月子服 月子鞋 袜子 便衣 有很多人呢 他可能在坐月子的时候都不穿内衣了 都是建议还是穿一下 就是防止乳房会下垂啊 或者还是怎么样的 就买那个舒服一点的 专用的 我买的是全硬的这个 买了一个肤色的 一个粉色的 然后还有前段时间自己存的那个 不是什么名牌的那种不如文胸 也都是可以一起用的 这个全硬的话 就跟我自己买的其他牌子的比的话 确实是更柔软 然后感觉这个弹性的拉伸度会更强一些 穿上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然后他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 就可以方便给孩子这样喂奶 就产前也是可以穿的 全硬呢也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日本品牌 他们出的产品呢 都是针对产妇孕妇 比如说束缚带啊 什么收缚带 骨盆带之类的都是他们家 就反正某书上全都是他们家的笔记 我自己呢也是去买了那个托付袋 因为我到了现在不是肚子很大吗 有的时候走路 你会觉得那个肚子一直在往下坠 然后就压着你 下面的那些器官都很不舒服 然后有的时候会差气 然后会觉得那个膀胱被他压得就很难受 所以我就买了他家那个托付袋 也是不便宜 好几百块钱一条就是那种袋子 散步走路的时候 确实呢会觉得这个肚子不乱跑了 就比较舒服了 所以他家东西还是不错的 但是贵啊是真贵了点 那还有在做月子期间 方便补乳的那些月子服 自己是备了一套这种的 就它是中间寄扣了那种 可以随时打开 然后喂奶这样的 然后买的是稍微厚一点的那种纯棉的衣服 因为到时候可能天气要稍微再冷一点点了吧 然后月子中心呢也是有给备的月子服的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备的那个厚度 应该是正好的 我就怕自己买厚或者买薄了 所以我就先买了一身 我买的月子鞋超可爱 给你们看一眼 买的是这种小黄鸭的 是不是超级可爱 还买了一双跟它是搭配的这种 袜子可以一起穿 就是月子鞋的话 看大家都说要买这种带根的 所以我就买带根的 就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然后呢 我不希望买那种毛毛的 感觉太热了点 所以我就买了这种的 就是表面是棉的这种 穿上去蛮软的 又不会太热 重点是这个也太可爱了 坐月子的时候也是要可可爱爱的嘛 心情才会好 并且我还买了一个跟它搭配的这个发菇 这个戴上去也是有点 妈妈必备的 其他的一些产品 就是关于喂奶的方面 比如说吸奶器 防疫乳垫 还有乳头霜 这三个我觉得是比较需要备一下的 吸奶器 我准备的是这个品牌的 叫 琪米勒的S3这个型号 这是我好朋友给我极力推荐的 哇 这个跟我是情侣商量 极力给我推荐的 因为是 它呢也是刚上完宝宝 并且它之前呢 有加入那种母婴群 就跟好多人都一起分享过经验 就很多人买了那个什么喜德勒 之后呢 又换了这个发现 还是这个最好用 所以说我就吃下了这颗安利 然后背的就是这个 喜米勒的 但是吸奶器真的好贵 有一千多 它是这种双边吸奶器 这个好不好用的话 我现在就没法跟大家说了 到时候坐月子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一一的反馈这些东西 因为我听他们说 这个牌子呢 就是说会吸的 比较有效率 同时不会弄疼 那我就先入这个再说吧 防疫乳店的话呢 我入的是这个品牌的 蓝丝诺 它也是一个进口的 我看网上好评非常多 它其实也是像那种 小卫生巾似的 一面是胶 可以粘在衣服上 一面是那种 可以吸收东西的棉 它里面的包装呢 就是这样的 一个小小包包的塑料袋 里面打开 它就是一个 这种圆形的 有一点点弧度的 这种东西 这两边呢 就是胶把它撕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粘在这个衣服里面 然后就对准你的胸部 这样的话 如果有奶药出来 它就不会弄脏衣服嘛 所以说买这种 比较注重的 就是它的吸力 还有它的柔软度 会不会回胜 就它吸完之后 这儿是不是湿的 还是怎么样的 这个要注意 我觉得这个呢 也不建议大家囤太多 我觉得这个100片 有点多了 100片如果两边 一起用的话 那就是用50次 这东西一天 需要换很多次嘛 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到时候再给大家反馈 那乳头霜的话呢 我在之前运气 按用品里面分享过了 如果你们感兴趣 可以再去看一下 就这一支也是蓝丝末的 那具体的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第一次喂奶 这个过程 应该是有一点点艰辛的 有看到好多帖子都说 生孩子还不如喂奶疼 嗯 不知道到时候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反正有可能 这个胸部会开裂啊 或者是流血之类的 就可以用它来修护 嗯 但如果说你 实在是不想买这种东西 觉得用不着的话 家里有这个 木瓜膏也是可以用的 我看很多人都用这个 来替代这个乳头霜 那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妈妈必备的 必须要打包的东西呢 就是化妆包 那这一趴呢 肯定是作为美妆博主的 我最在行的一趴 所以说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我想单独出一期吧 感兴趣的同学呢 请在单位里扣溜 或者是在评论里留言 那以上这些东西呢 是我觉得 待产包里面最最最最精简的一个清单 就是最必要的一些东西 那下面呢 还有一部分东西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 选择性的购入 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用到的 首先先讲给宝宝用的一些 可以自行选择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洗衣液 就是宝宝专用的洗衣液 普通的一些洗衣类的东西 给宝宝洗 只要你冲洗的够干净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是特别特别在意的话 就是还是可以选择宝宝专用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是我一直被种草的 据说它的味道就是很治愈的宝宝香 好像是一个很干净的味道 但是宝宝香的话 是宝宝香吗 不知道它喜欢衣服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这个也是平时洗衣服都可以用的 哎呀 粽子 粽子又在调皮捣蛋呢 这个是The Laundress的 就是它在这个洗衣液 一直很有名来着 我就比较种草 所以这次呢就把它给收了 另外呢 我还备了这个东西 就是给宝宝喂奶的小勺子 因为我看有一些人分享经验的时候 如果一开始开奶不顺利的话 没有奶给宝宝吃的话 可以用这种小勺子喂一些奶粉 因为怕到时候直接用奶瓶 给宝宝吸过之后呢 它会对妈妈的乳房这儿 就是不太习惯 然后就不吃什么的 有可能会 所以我这个就顺便买了 反正以后吃腐食的时候 会用到 但是不一定是代产包里必备的东西 还有一类的话呢 是这个湿巾 我其实觉得也不是说特别必备 因为我们有那个棉肉筋 沾水的话就是湿巾了 并且湿巾的话 在冬天又很凉 对宝宝有一点点刺激 除非你平时可能擦东西 需要湿巾可以背一下 那我觉得正是为宝宝背湿巾的话 其实就还好 不过这个湿巾的品牌 我蛮推荐的 因为它这个是特别厚实的 这种布 特别特别厚实 是babycare这个品牌的 这个我买的是京东专供的 它价格会更实惠一些 湿巾的话就是属于那种 你想精简你的代产包的话 是可以把它去掉的 因为它本身自重很重 就带起来有点麻烦 还有一些宝宝可选择性用的东西 我这边是没有食物 我没有背的 那比如说就是奶粉 奶粉的话到时候看情况 因为奶粉一罐也不便宜 并且它保质期比较短 然后你打开之后 就要尽快的给用掉 所以这个奶粉呢 我还在考虑 到时候万一没有奶的话 现买也是来得及的 婴儿用的屁屁霜 桃子水 这种防止红屁屁的 我也没有背 因为我感觉在这个季节的话 禽换那个纸尿裤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红屁屁出现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就没有背 另外还有就是给宝宝消毒 给宝宝奶瓶消毒的那种 消毒蒸锅 或者什么锅 然后还有给宝宝 加热奶的那种温奶器之类的 然后到时候要看自己这个出奶量 如果出奶量很大的话 需要把奶存起来 到时候再入一些温奶器 到时候给宝宝热一下奶 那接下来这些呢 就是属于妈妈用的 可选择类的 像我刚刚说 如果奶量充足又很多的话 就可以背一下这个 除奶袋 这个我买的也是兰斯诺的除奶袋 一共是50个 每一个的量的话 是180毫升吧 反正我是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 希望我到时候奶量很充足 然后就可以多吸出来一些 多存一些 这个胸不能白长啊 赶紧给我使劲铲奶 我还买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刀纸 就以前人坐月子的时候 排恶路啊 或者是来大姨妈的时候 都会用的那种卫生纸 但是它是可以用当做那种 呃 卫生巾的那种感觉 但是买完之后我就有点后悔 因为看到好多功课说 这个东西就是比较鸡肋 然后用起来很麻烦 所以说我这个 我觉得囤的有点多余 但是再说吧 我看到时候给大家反馈说 这个月子纸 刀纸好用 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东西比较好用 这个是紫初的一个 本色月子纸 就是像普通的卫生纸 但是要更厚一点点吧 竹江的那种 另外我还囤了这个 高杰丝的安心裤 也是怕到时候晚上要用的话 可以直接穿一个这种裤子了 就比较方便 高杰丝的安心裤 稍微便宜一点 妈妈的纸尿裤呀 这个感觉 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打开一个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有一定弹性的 这个是明显比纸尿裤要厚很多了 这个我不确定 是不是在月子里必须要用的 反正我买了这些 平时来大爷妈也是都可以用的 对吧 还有一个是不一定要必备的 就是保健瓶 但是我自己有备一些 因为我看到很多功课说 在哺乳期的话 妈妈可以补充一些铁元素 一些钙 还有一些DHA脑黄金 吃了之后 可能会让母露里面 有一些比较好的物质 提供给孩子吧 反正不是很确定 到时候我在咨询医生 护理师之类的吧 然后目前是准备了 钙片跟脑黄金 这个脑黄金呢 是在运气中我也有吃的 反正就是运气好物呢 我之前拍过了 大家赶进去 可以再去看一下 还有这个燕窝呢 我也是打算在月子中 可以继续吃的 一个保健品 那燕窝这种东西呢 对身体是 肯定有一定好处的 那大家就是看自身的条件 来选择性的 背一些吧 还有一个是这个 针对妊娠纹的 一个乳液 这个我是在 运气一直在用嘛 想到这件事 我就好伤心啊 因为在前几天 我就发现 我肚子上已经长纹了 哭出来了 我真的当时 看到长纹之后 真的就是那个泪 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因为真的很不想长纹 反正听说 妊娠纹是很难恢复的 它只能一点点淡化 这还是一个 比较缓慢的过程 所以是我看到 长纹了之后啊 真的好伤心 明明每天都在 涂这些东西啊 自我反省了一下 肯定是因为 我体重增长的过快了 真的是怎么 就管不住自己的嘴 吃了那么多东西 所以告诫大家 一定在运气呢 不要太放肆的吃 不要老觉得 啊宝宝饿了 你就要吃那么多 是吧粽子 连粽子都知道 但我觉得 如果我没有 每天涂这个润肤露的话 可能肚皮上的纹 会更多呢 也没准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 还是涂一涂 然后我是打算 在产后也会继续涂的 据说是有一些人 生之前没有认识 可能生完之后 反而是长了一些 或者是说 就是生完孩子之后 松垮的肚皮 可能对它的恢复 会有一定的作用 这个是慢慢Kids的 我已经用了好多了 这个不是必备的 也不是说用 它一定有用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用一下还是安心一些 所以我就 还是把它带去医院 带去月子中心的 还有一个是 很多人会推荐的 一个是 自助冲洗器应该是 因为在月子中心 有智能马桶 所以这个东西 我没有备 那如果就是 看你的情况吧 那如果在医院 在产啊 或者在家里 坐月子 没有智能马桶的话 还是需要 有一个这个东西 去清洗一下 用起来非常方便 还有一个是 真的生产的时候 有侧切 或者是有撕裂的情况 好像有一个叫什么 私处的喷雾 会对伤口 有一定的帮助 就是我好像喷一喷 还挺舒服的 那个品牌 好像叫Earth Mama 还是什么来着 然后还有 就是收腹袋 跟骨盆袋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呢 我也没有备 我只是选择性的 哎呀 总之 好像那个东西 用早了之后啊 对你这个盆底修复 或者是你的子宫腹胃 什么的 会有一些影响 我也不建议 大家自己买了之后 就随便用 这种东西 真的是要咨询一下 专业的人士吧 有的抛工产 有的是顺产 情况不一样 然后需要注意的点也不同 所以我不建议 大家自己随便去 用这些东西 尤其是在刚生完孩子 就接着用 我觉得可能对身体 会有一些伤害的 不知道这个视频 是有多少 还在上学的学生岛 津津有味的看到这里 最近到了晚期呢 就是行动特别不方便 然后在地上 使点东西 都很费劲的那种 但是呢 心里也是越来越期待了 因为很快就要卸货了嘛 不知道大家看完 我的肚子之后 有没有感觉到 他是个男宝宝 或者是女宝宝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反正目前呢 我身边的人 就看到我怀孕的状态 然后还有我的肚子的形状 包括我肚子上的那根 就是妊娠线什么的 都觉得会是个男孩子 反正我自己的话 觉得男孩女孩嘛 都有我为他开心的理由 如果是男孩子呢 就把它养成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如果是女孩子的话 就可以继承我的花照片 反正都会是幸福的宝宝 非常开心 这个整个幸福的运气过程 都有大家的陪伴 然后也希望我这些功课呢 能够多多少少 帮助到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们 也特别欢迎 有经验的宝妈 来一起分享你们 对于带产包方面的一些建议 好 最后别忘了 三连支持一下哦